那现在把地方党部的人事权 给了地方党部的主委 让地方党部自己主导 你的人事权可以自己调动 当然优点就是可以灵活 优点就是地方可以因地制宜 所以它当然比较有效率 但是有没有缺点呢 当然有缺点 因为国民党现在是一个弱势的在野党 弱势的在野党 你更不容易募款啊 所以这时候募不到款 只有谁愿意捐一点钱 让你国民党地方党部运作 当然是有所图的地方派系 所以被地方派系掌控地方党部 是必然的结果 那地方派系掌握了地方党部之后 会产生什么后遗症呢 第一个后遗症 它会跟民进党 民进党毕竟叫执政党 民进党又善于掌控所有的资源 用资源来威胁你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按通民进党 蓝皮绿骨的情况 一定更加的严重 第二个 这些地方派系 要生存啊 要生存 它当然会跟所谓的黑金 就会结合得更紧密 将来如果地方党部的地方派系 因为跟黑金结合 已经爆发了什么样的形势的弊案 那对于国民党又是一大伤害 第三个问题 地方党部虽然国民党是在野 再也要改变政策不容易 可是如果依附在民进党的政策上 进行所谓的资源分章 倒是可以做到啊 所以如果跟民进党资源分章以后 那事实上就地方的民众来讲 更觉得你地方党部 根本没有号召力嘛 你地方党部 其实就是民进党执政者的附水组织 你还会有任何的斗志 任何的热情跟冲劲吗 没有啦 所以地方党部就逐渐的弱化 其实这就是一个巧扑 难为无米之吹 这时候当然地方派系会取而代之 所以未来地方派系 在各个地方党部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 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后遗症 会给国民党未来的发展 引伏着重大的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